中国的历史底蕴深厚,历经了五千年的风风雨雨,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每当与外国人交谈时,我发现他们经常对我们的历史长度抱有疑问,尤其是在西方国家,他们似乎更倾向于认为中国历史只有三千年。 西方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商朝之前的近千年里,由于缺少有力的历史证据来支撑,中国的这段历史很难被确认为实际存在,而夏朝正是这个备受争议的时代,它的存在性在学术界一直受到质疑。 不过,历史的传承是循序渐进的,如果我们坚持无证据,则无法证实其存在的观点,那么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与商代之间,就会存在一个长达一千多年的未知空白期,这段时期里,我们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那段历史的存在。 这种看似科学的论断,其实充满了偏见,很多人并不买账,毕竟,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的祖先已经生活了一千多年,只不过,因为缺乏确凿的历史证据,我们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断定它们不存在。 这样的论断,未免太过草率了,令人欣喜的是,尽管甲骨文并未留下关于夏朝的记载,但考古学家依然在周朝的遗物中,探寻到了夏朝曾经存在的确凿证据,众所周知,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连续过程,根据史书的记载,夏朝是在龙山文化结束后出现的朝代,它在殷商之前,这一朝代底。 确立,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为后续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通常来说,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前朝的痕迹往往会在后世的文物中留下线索。 然而,说到商朝时期的文物,它们的保存情况并不理想,数量也相当有限,这使得我们难以从中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夏朝的存在。 由于这些限制,我们至今仍无法直接通过商代文物来证实夏朝的历史地位,商代是甲骨文的发源地,但在其留下的文字记录中,我们并未发现关于夏朝的明确记载。 对此,现代科学家们给出了合理的推测,他们认为甲骨文中没有夏朝的记载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兴的国家常常会竭尽全力消除前朝留下的影响,以彰显其独特的身份和新的统治理念。 他们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来抹去前朝的痕迹,以确立自己的权威和合法性。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形象,并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夏朝,作为传说中的原始社会,却缺乏自身的古文字记录,其存在的证据也未能得到妥善保存。 这是公认的事实,对于致力于历史研究的科学家们而言,这无疑是一大难题,毕竟,仅凭史书的记载,而缺乏实物证据。 确实难以充分证明,一个朝代的真实存在,科学家们一度陷入困境,对夏朝历史的存在感到迷茫。 但幸运的是,一个意外的发现为他们带来了曙光,在后续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周朝文物为夏朝历史的存在,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这一发现,不仅打破了困境,更为研究夏朝历史,开辟了新的道路。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应许甲骨文中为何没有记载夏朝,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但却有三件事值得关注,或许从中能找到甲骨文没有记载夏朝的答案。 一、商朝前三百年,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直到盘耕迁音,才正式稳定下来。 在不停迁都的过程中,夏朝的历史资料等,会不会因此丢失? 二、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而非记载历史。 所以,甲骨文没有提及夏朝,从逻辑上也说得通。 而且,商朝日常记载不是刀客文字,而是类似毛笔一样的写字,容易消失。 三、因须甲骨文有一部分被当成龙骨吃掉了,会不会夏朝的记载就被吃了? 而且,因为盘耕迁音之前,首都一直频繁变动,所以会不会既有夏朝的甲骨文被埋在了其他地方? 当然,这些只是猜测,并不能说明什么。 但如果从周朝角度来看,却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其次看第二个问题,周朝有没有必要虚构一个夏朝? 公元前1046年,武王罚昼灭了商朝,周武王死后。 殷商残余势力,在周王儿子武庚带领之下,爆发了武庚之乱,又叫三间之乱,被周公弹扑灭。 此后,周朝统治稳固,一直持续到周幽王时期,周天子的威望都很高。 可谓一呼百应,在这种情况下,周朝即便需要做什么借骨玉金的改革,或推出其他什么政治措施,也没有必要虚构一个相对完整的夏朝历史出来。 因为凭借周天子的威望和实力,完全可以推行下去,虚构一个王朝出来。 难道当其他诸侯都是傻子吗?总的来说,周朝没有虚构夏朝的动机和动力。 既然如此,为何周朝人会知道夏朝的历史呢? 其实,周部落历史悠久,完全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形。 周朝记载了夏朝历史,周人的祖先是皇帝曾孙帝库,原非江源的儿子弃,及后继商朝初年,后继的后代公留帅族人从台迁到此。 另外,周人为何在商初迁移,会不会下朝战败有关后来的秦人? 在周初也曾迁移,因为秦人知识殷商,自宫流起,又经九世传位,到古宫淡赴为周部族首领时,周部落已颇具规模,根据竹书纪年,以及民国之后以古派顾鞋刚等人的看法。 此时期的周国已经有了减商的想法,已经有野心想要推翻商朝了。 显然,从周人历史来看,周人不是小部落,而是有一定规模的大部落,这样的部落里,往往会有史官记载历史。 因此,说周朝记载了下朝历史,完全有这种可能。 而且,周朝有一本奇书,至今还有部分保存,这本书叫上书,所谓上书,就是上古的书。 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溯古代世纪著作的汇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 古本是孔子编写,根据周朝典籍,编写了一百篇,其中就提及了下朝。 这里有一个关键,周朝典籍靠不靠谱,周朝发生的王子朝奔处,证明周朝典籍的重要性无以伦比,王子朝是周朝一个庶出王子。 周王本想传位给他,却遭到诸侯反对,于是王子朝带着周朝典籍,准备出逃到楚国。 老子是当时图书馆馆长,后来因此而丢官隐居,王子朝叛逃时很慌忙,为何携带很重的典籍?原因很简单,这是国王的象征之一,因为典籍的神圣性,所以孔子之前多次想借阅这批典籍,都被老子拒绝,由此可见。 这批典籍的重要性和可靠性,当然,后来孔子得偿所愿,还是看到了周朝典籍,在我们国家发掘的一枚碎工许上,刻有大雨的治水史,间接地证实了于是如何成为夏王朝的始祖。 这一现象,让很多人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为何经过了整整一个商朝? 却又在西州时期的文献中找到了夏朝,根据商王朝的做法,西州应当将乾王朝的一切都抹掉,没有任何商王朝的踪影,但是西州却没有,因为他不仅记载了商王朝, 还记载了夏王朝的记载,那么,是否是西州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留历史事实,以便后人考证,实际上并非如此,西州有自己的政治目标,他采取了与殷商截然不同的思想,将历史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西州颠覆商,其实质上是乱臣贼子造反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是皇亲国期,又或者是平民,都会有不少人对此颇有怨言。 很显然,西州是在寻找一个借口,表明商人的腐败,以及他自己的正义,而将被商国灭亡的大厦塑造为一个积极的人物,站在积极的位下报仇的角度,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在西州的史书中,肯定会用很多的文字来描绘他的辉煌,例如大禹的治水,另外,他还记载了殷商的残忍,例如商朝的末代皇帝,商朝末年的商朝皇帝,淫乱, 放火烧蛇,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正礼,即在任何一个朝代,都应该是一个恶人,然后我就会把他赶下台,要想证实自己的罪恶,即使是被其毁灭的乾王朝,也会被美化。 如果只是为了给大厦报仇,光是拍马屁,还不足以让他们满意,就像刘备,以维护汉朝为荣,他的目的也是一样,如果只是单纯的卫天行道,或者是除恶物件,那就没有人会去相信了。 因此,在将下国塑造成一个辉煌的王朝后,就必须要向大厦求证,后来发现了一座属于陶寺的古城,考古学家调查,该城大约有四千年历史,大约处于遥,顺时代。 按照历史上的说法,这座陶寺曾经是一座城市,但是在1900年,被一场外来的入侵给破坏了,特别是那个时候,古墓受到了很大的损伤,不仅陪葬的东西受到了很大的损伤,还有不少死者的身体上都有被虐待的迹象,从出土的文物来看,从一种常见的容器可以推断。 在那个时代,一族有一个特别的群体,吉吉,而吉昌的祖先就是西伯侯,这句话的意思是,吉姓在大宇的带领下,将尧顺的政权推翻,并确立了夏王朝,吉姓一脉,是一位立下汉马功劳的部族,在商朝覆灭后,他们决定低调行事,并在商朝灭亡之时,将其取代。 至于说西周代替了商,改成了夏国,那只是猜测而已,因为要证实,还得有更多的确凿的依据才行,但不管是为了报仇,亦或是为了报仇血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